同学们,好,我们要完成的是120页A部分的练习 页体体积的加法,所以A部分是加法 我们可以开始做了,第一题只是排好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算 9加7等于16,16加8等于24 我们写4,近位2,2加1再加2等于5 记得把L写下来 好,我们去看第二题 9加9是8,写8,近位1 8加2是10,10加1是11 写1,近位1 5加2是7,7加1是8 记得把ML写下来 好,我们去看第三题 第三题有分L和ML两个部分 那我们都是先做后面的这个部分 4加3,7 9加4,13 写3,近位1 5加1,6 好,做了后面呢 我们就去做前面的部分 4加2,6 那我们就把单位都写下来 所以答案是6L,637ML 好了,我们就去看第四题 第四题和第五题的直视呢 同学们可以排在空白的地方 我们先看第四题 347ML加990ML 两个都是ML 老师就直接把它排成直视 两个都是ML啊 好,我们就可以做 7加0,7 9加4,13 写3,近位1 9加3,12 再加1,13 所以答案是1337ML L记得写单位 画线 好,这个虽然是答案了 但是呢 我们却不能够填在答案的这一边 因为呢 答案呢 要L的单位 所以我们要在下面这一边进行换算 所以1337ML 老师要换成L 所以1337ML 就等于1000ML 加337ML 老师把这个1000ML 换成1L 所以也就等于1L 加337ML 所以1L 老师就写在这边 337ML 老师就写在这一边 好,第四题做完了 我们看第五题 第五题呢 有一个,两个,三个 所以我们要加三个 所以我们要把直视排下来这一边 记得ML的和ML的排在一起 L的和L的排在一起 老师把直视排出来 老师再强调一次 同学们要记得把ML的和ML的都排在一起 你看 ML,ML,ML 所以老师把ML的都排在一起 L的和L的排在一起 所以这一边没有的话 我们就不用写 好,那么同学们如果怕同学们会犯错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写0L也没关系 没有的话没有写也没关系 好,我们排好了就可以开始做了 9加2呢等于11 11加3等于14 写4呢,那么我们就净位1 3加3等于6 6呢加2等于8 8再加1就是9 那么4加1呢就是5 那么做完了ML的部分 我们再做L的部分 8加2等于10 那么因为这个ML没有超过1000 所以我们也不用进行换算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单位超下来划线 那么这个答案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答案是10L 594ML 由于这一边没有超过1000 所以同学们不用换算 不用换算 那我们就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